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嘉选 欢迎收看3月16号的百格物报 首先让我们来跟进纽西兰基督城枪击案的最新进展 其中一名邪尼人28岁的澳洲右翼极端分子塔兰特 今天被控谋杀罪出庭受审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塔兰特出庭时戴着手铐 穿着白色的监狱服 在这个以安全为由而未公开举行的领讯期间 塔兰特自称是法兰西主义者 也没有要求保释 法院最终决定将他的支流期限延长至4月5号 此残忍的强击案造成至少49人死亡 预40人受伤 伤势中包括两名大马公民 而伤势较为严重的是来自槟城的39岁拉西米阿末 他的妻子表示 尽管拉西米已经进行手术 将腹部中的子弹取出 不过情况依旧危急 巴六拜州议员阿兹鲁尔透露 已经安排拉西米的家人在今天飞往纽西兰 而首相敦马哈迪也强调 政府会尽力释保在当地大马人的安全 接着让我们来跟进 柔佛巴西谷当毒废料的事件 能源科医环境部长杨美颖指出 如果天气良好 金金河的清理工作 可以在今天内加速完成一公里的清理 而剩下的部分 相信最快也会在今天或最时明天完成 哈大派定心丸指出 遭毒废料污染的金金河 最肮脏的部分都已经完成清理 因为不是入院求医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以及改善 另一方面 柔佛州卫生环境以及农业委员会主席 萨鲁丁指出 再有65人因为巴西谷当毒废料污染事件入院 而截至今天早上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伤患 已经从491人减至371人 其中还在家后病房留意的伤者 目前为时在8人 根据报告情况稳定 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沙拉越署长阿邦佐哈里 已经传达指示 沙拉越政府部门今后不再使用周字眼 根据了解 阿邦佐哈里是于本月的12号 召开的沙拉越发展协调委员会会议上 发出这一项指示 而这意味着 在马来文的书写上 不能够继续沿用 Negri Sarawa的字眼 而是直接写上Sarawa 同时沙拉越的官员的名称 如州务秘书 也必须要除去周字眼 即沙政府秘书 而所有的沙政府公函 以及官方的场合口头称呼 都必须要遵照上述的指示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